6月14日报道 华莱坞巨星汤姆克鲁斯出道35年以来 人气始终居高不下 事业表现相当强眼 不过她的爱情似乎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三段婚姻都以离婚首场 就令粉丝惋惜地莫过于 她与妮可基德曼的那段婚姻 郎才女貌却在2001年爱人情断 今日她被传主动联系前妻 让女方相当惊讶 汤姆克鲁斯和妮可基德曼 因电影《霹雳男儿节食》近而相恋 并在1990年12月结尾连礼 即使郎才女貌备受看好 夫妻关系仍在2001年爱人结束 16年来两人各自取嫁不再联系 没想到今日传出阿汤哥 主动打电话给前妻 让女方相当惊讶 据悉她希望能邀请妮可合作新戏 并与她出演爱情戏 若真能促成合作 这将是两人 即1999年大开眼界之后再度同台 事实上妮可基德曼 先前受访时曾透露 当年与汤姆克鲁斯结婚时 她才23岁 还只是个小baby 但是对于这段婚姻没有后悔 至于过去婚姻的细节 她表示为了顾及现任丈夫的感受 不方便多说什么 依旧留给外界无限的想象空间